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个一个影片 然后我给我的妈妈看 影片就一堆人生吃这个虫 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讲 有这个能吃的吗 她讲可以啊 这个在那个乡下甘邦里面 马来人还是泰国人 他们是有吃这样子的虫 我妈妈为了要掌握的见识 所以她就特地跟人家讨了两只回来 两只虫回来 我不知道怎样形容 如果你带回来 她讲反正那些人都是要吃掉的 她也是死的 然后她讲如果带回来一天后 她也是死 所以吃没有吃她也是死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 谢谢收看 罗喵我的妹猫 我妈妈从一个甘邦里面 她带回来的 还算是一种昆虫 她是假虫类的 她的义无虫 我做了一些research 然后发现到这个 在马来西亚竟然有的 是这样子类似这样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 可能你在那个泰国 你会看到有这个product有在卖 一带回来之后 我妈妈就 放一个plastic袋 直接打来这个盘给我看 我发现到一放过后 她一直动 一直动 一直动 我就怕她运动 她死掉了 你知道吗 因为她完全没有听过 她一直在那边动 为了不要给她动 所以我就用tissue盖着 我就放一个tissue给她 有地方折着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她在动 这个呢 她叫 Ulat Sagu 马人叫 Ulat Sagu 英文应该是叫 Butod Butod 到这个叫Butod 然后我发现到马来西亚 有人会吃这样子的东西 生吃先来吃还是烤来吃 我到现在还不敢摸她 我不懂怎样形容 听讲 不是听讲是confirm 在马来西亚 这样子的虫 1kg可以卖40块 它的味道其实像那个椰浆 味道像山淡 这样子生吃的话 像椰浆 好像很cream 这样子啊 很鱼很滑 它是怎样形成呢 很容易 就是讲 如果说你也有兴趣要养它的话 你必须要找一个 叫做Pokok Sagu 然后它的树 饱了过后 一定是要那种腐烂的树 树的那个整棵树 二到三个体拜里面 它腐烂的话 这个母甲虫就会来生蛋 我找了资料 一棵树 至少生100只 在里面有100只的 这样子的虫 会在里面放大 所以如果说他们想要卖这样子的话 他们会特地砍断那个Sagu 然后放给它腐烂 三个礼拜 母的甲虫会来生蛋 生蛋了就会形成这些虫 一小只一小只 挖它出来的时候 里面是有一点抽酸的味道 去挖的时候是有抽酸的味道 红条我们马来看工看到 看到有人在拿这样一大袋东西 所以他跟他讨最小的两只来给我看 它神奈里面呢 他们会用那个砂锅树里面的那些 雪一层层的像草这样包围他们的身体 所以他们挖出来的时候就好像那个 有草一团东西包围着 如果它晒到一点点太阳就好像太阳的 它会开始从白色变到黄色 黄色开始变巧克力色 这两只已经开始变巧克力色了 我已经尝试用玉米来喂它 可是他们还是不吃 我查了之后他们是真的是 只是吃那个腐烂素的那个雪啊 他们用两个月就可以变成那个甲虫 我本来误会以为这个是会变那种独角仙 其实那个独角仙跟这个长有点不一样 这个你看它前面没有脚 另外一个它旁边有身体有点 而且前面有脚 独角仙呢你放香蕉牙齿它就可以活了 我们的独角仙是住在土里面的 所以有土就可以了 然后反而这个我找不到任何方法可以养它 就是你一定要真的是要有一棵 腐烂的撒狗树 1-3个月里面它虫会开始慢慢腐化 然后它用两个月的时间来变成甲虫 虫呢是可以吃包括那个甲虫 然后我尝试冻一下 它的触感有点像 我不懂怎样形容它比皮肤还要软 它完全是很软很软那种 冻下去真的有点像 皮肤可是没有骨头那种 谢谢大家收看这个影片 我希望说这个影片能帮助到你们了解一些 关于这个撒狗虫的基本的知识 这个影片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 还是你可以分享数据给朋友看 订阅过后 你在那个订阅旁边 你可以看到小铃铛 你按那个小铃铛 当每次我上传一个影片的话 你就会收到那个影片通知 对你观看这个影片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 对了各位观众 这里有一点要补充就是 那个大叔告诉我妈妈 不是每个人吃的那个体质都能接受 所以他就有告诉我妈妈说 他的饲儿吃了 结果隔一天他的嘴巴中跟脸中 所以必须要去看医生 他的饲儿吃的是已经熟了的 已经炒过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要吃这个的话 必须要考虑一下 你要有心理准备去看医生 不是每个人体质都能接受 就像有些人不能吃海鲜一样 有些人吃的海鲜会痒 身体会痒 类似这样的情况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不要乱乱尝试 毕竟我们不知道他身体里面 有什么是人体接受不到的 然后还有最后一点就是 我终于找到一个解释 那个触感的感觉了 在我录影过后的不久 所以我去上厕所的时候 我终于明白那个似曾相似的感觉了 我就在说男生在没有什么刺激 和平常的情况下的那个触感 所以各位男生 你应该明白我在讲什么 然后谢谢你的收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